热心公益不落人后 中秋节前夕 萧氏企业有限公司 再度透过了 花林新公所社福管道 制证中秋卫文金 给花莲市里内的自强户 今年提供了10万2000元 每一户1000元 总计有16个里的自强户 102个家庭受惠 那么市长魏嘉贤 感谢魏萧董市长的善举 也呼吁花莲乡亲 能够共同关注弱势族群 热心公益不落人后的 萧氏企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萧雄章 再度透过花莲市公所 社福管道 在中秋节前夕 制证中秋卫文金 给花莲市里内的自强户 7日上午 16个里的里长 来到市公所代为领取 将在中秋节前夕 发放给各自里内的自强户 人在困难的时候 一点点的帮忙 就足以那个民族的珍贵 那感谢萧氏企业有限公司 萧雄章萧董 这么多年来 跟市公所 尤其市公所也提供了 一个平台 帮助我们里内的 这些自强户 也在花莲市 这个幸福爱的城市里面 让它彰显出来 这个善雅的这一面 非常的谢谢您 那再次要谢谢 这么多社会企业 对于花莲市 境内的一些 弱势家庭的关怀 那我们萧雄章董事长 跟萧氏企业有限公司 长期以来 在做这件事情 也让很多的里长 跟民众感受到 企业回馈社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心 那我们在此要代表 花莲市民 谢谢我们萧雄章董事长 跟萧氏企业有限公司 也祝福我们全天下的 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在未来都能够得到 及时的援手 那也谢谢我们 这么多的一个里长 每日每夜的 在为地方上面服务 再次的感谢大家 也预祝大家 中秋佳节快乐 董事长萧雄章表示 小时候家境贫困 但凭一技之长创社公司 秉持回馈相礼信念 帮助食运不济的对象 今年提供十万两千元 每户一千元 总计有十六个里的自强户 一百零二个家庭受贿 市长魏家贤感谢 萧董事长善举 也呼吁花莲将亲关注洛氏族群 随时伸出援手 帮助渡过难关 记者长帮演花莲师报导